一年流失近千亿美元 印度凭啥来养活14亿的人口 难道不怕流后患吗 2022年 印度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 达到了惊人的1461.04亿美元 这是个相当可怕的数字 而且印度在建国以来 几乎一直保持着贸易逆差的情况 在这样巨大的贸易逆差下 印度到底是怎么保住自己的经济发展了 又是如何养活全国14亿人口的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 支持一下 贸易逆差简单来说 就是进口量大于出口量 因此这个数字越大 就代表国家对于贸易的需求越大 一般来说 资源进口国基本都是保持着贸易逆差的情况 但也不会长期逆差 像印度这样逆差极高 长期保持逆差的情况还是相当少见的 印度的经济情况虽然勉强能看 但作为农业国家 印度的出口贸易基本都在于农副产品上 这些产品的价格 比起完善的工业产品和各国都急需的资源上来说 价格并不高 这也是导致了印度持续这么多年贸易逆差 甚至逆差数值达到惊人的上千亿美元的原因 但印度为啥能在这样巨大的贸易逆差下活下来 还能活得风生水起呢 这其中就有多个方面的因素了 比如印度对于外资企业的收割 电信诈骗以及海外务工 是的 印度的电信诈骗相当猖獗 只不过他们面对的客户是美国这些欧美国家 而不是亚洲国家 印度有着大量的呼叫中心 在这里工作的人很多都是有一定的知识 英语水平不错 但找不到工作的印度人 这些人通常扮演税务局 银行等比较强势的身份 给美国的民众打去电话 并进行催收欠款或者补缴税款等工作 以此进行诈骗 因为印度国内的社会环境差 工作环境其实相当内卷 许多高知识人才根本找不到工作 又无力出国 只能留在国内进行类似的工作 以维持生活 这项产业给印度许多民众解决了职位问题 甚至赚到了不少外汇 这项业务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甚至不仅仅针对美国 还开拓了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主要说英语的国家 由于距离远 追溯起来困难 很多人即使报警 并且立案调查 也追不回来自己的钱 虽然美国也并非没有捣毁过一些呼叫中心 但实在是杯水车心 除了网络诈骗以外 因为无法提供大量岗位 因此许多印度人选择了出国工作 在海外务工的印度人 通常受到过很好的教育 家庭条件也更好 所有大部分人从事的 都是相对高端的IT 金融等行业 这些行业赚钱很快 因此把这笔钱拿回国内消费 就能给印度带来大量的侨汇收入 这些侨汇的收入 对印度来说数量相当大 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两项靠人才得到的收入 就能抹平相当一部分贸易逆差的数额了 但仅靠这两种收入 印度就完全搞定 自己贸易逆差带来的问题了吗 印度在这样巨大的贸易逆差下 经济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一年流失近千亿美元 印度凭啥来养活14亿的人口 收割外企功不可没 从2014年莫迪上台之后 印度的经济发展 就走上了一个快速而有些畸形的道路 但显而易见的是 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那么莫迪在印度的经济政策 到底对印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它到底是如何做到 让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呢 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的超级人口大国 印度在近些年的表现 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 不仅仅人口数量节节攀升 经济发展速度也超乎全球想象 到了2021年时 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 已经超过了英国 来到了世界第五的位置上 要知道 在2014年10月的数据当中 印度还是在第十位的 这样短的时间内 完成对于老东家英国的逆袭 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 可谓是相当快了 而印度经济发展之所以如此之快 也是因为莫迪在上台后 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从2014年上台后 莫迪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动作 可谓是大刀阔斧 除了持续的推进市场化 全球化改革外 莫迪政府还安排了诸如印度制造 数字印度等之类的计划 来保证印度能够在短时间内 快速发展起来 对于各大企业的利好政策 也吸引了诸多国内外企业 来到印度开设工厂和公司 以此解决印度的就业问题 并拉动印度的经济发展 而为了吸引外来企业 印度还花大价钱 改善自家的基础建设 在公路 铁路 机场 港口 乃至能源与光纤网络方面 都做出了许多改善 以保证本国的吸引力 印度对于各大企业的利好政策 吸引了全球的许多大型企业 前往印度投资建厂 这些外企的到来 给印度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刺激了印度的消费 也让印度有了更多的产出 这些策略带来的经济增长 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这里面多少存在一些水分 但印度的经济增长加快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尤其是在疫情之后 全球经济复苏相当缓慢的过程中 印度的经济复苏速度 可谓是一期绝尘 印度2022年GDP的增长 达到了惊人的6.7% 要知道 以印度目前的这个GDP的规模 能达到这样的涨幅实属不易 但谁都知道 快速的经济发展 绝非没有任何牺牲 毕竟你只靠着一些利好政策 吸引人家来 要是没办法把人家留在自己这里 那后续想要赚钱的计划 不就泡汤了吗 那么印度在吸引来这些外资企业后 又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来留下他们 印度经济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 难道没有任何后患吗 一年流失近千亿美元 印度靠什么养活14亿人口 究竟有啥秘籍 印度提出大量利好政策 就是为了吸引外来企业入住 以促进印度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 但我们却时常听到 有企业在印度被狠狠罚款 最后被坑走一大笔钱的消息 那么印度到底是以怎样的态度 对待外资企业的 为啥不少企业来了没多久 最终又离开了呢 其实早在本市寄出的时候 印度的市场就已经有不少外资企业盯上了 但当时在印度开展工作是相当困难的 一方面 印度的政策对于本国的企业的扶持力度很大 尤其是很多印度本土的资本家 本来就在地方一手遮天 因此很多项目在印度可以做 但做不大 一旦做大就可能被找查 被本土企业替换 另一方面 印度当时的基建水平确实不咋地 因此很多时候外来的企业 不仅要给自己建立工厂和设施 还得兼顾周边基建 不然你的厂区根本无法运转 这无形中增加了很多成本 到了2008年时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各大企业都在想办法省钱 这才有大量的外资企业进入印度 想要在这里寻求更大的市场和更低的成本 但这样的情况也没能坚持太久 印度过于严苛的政策和对国内的保护 让不少外资又在经济回暖后撤走了 这也是为何莫迪在成功上位后 对印度的政策乃至基建上 都进行了一定调整改善的原因 因为如果继续保持此前的姿态 那印度的经济怎么都不可能发展得起来 虽然莫迪的这些政策调整 确确实实为印度带来了相当多的外企注入 但实际上印度的本质依然没有太多改变 印度涌入的大量外企 虽然得到了印度的市场与更加便宜的建设 人工成本 但依然会被印度的资本盯上 这一方面来自于印度政府在地方的无力 印度内部因为宗教信仰和种族等原因 各邦之间的矛盾颇深 因此有些地方对于印度政府的要求 不会多理会 因此很多外企进驻后 还是会面临被挤兑替代的风险 另一方面来说 印度想要完成人口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还有些艰难 虽然人口多 年轻人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大 但印度在教育的普及度方面较低 人工成本其实不小 2022年虽然印度GDP数据不错 但制造业为印度增加的GDP占比 仅有13.3% 比起刚刚开始印度制造的2015年来说 下降了2.3% 由此可见 印度想要吸引外资 搞劳动密集型产业替代我国的计划 在这几年的实际发展中并没有成功 印度复杂的内部关系和社会情况 都在阻止着各大厂商在印度建厂 目前印度的经济增长 虽然还在继续 但靠着诈骗 侨贿和收割外资这三板斧 能否继续支持印度经济增长 还非常难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